我因为非常喜欢蔡淑珍在村里来一个暴走女外科的表现 所以特地请她来上阿姨想知道 那我本来以为她在戏里面感觉上很洒脱 那我以为是跟我这个男人谱应该有点像 结果人家来了以后哇人家是 人家根本就很秀气好不好 而且真的很美啊 然后还有一点点艺术家的那种脆弱感 那我看了以后真的有强大的保护欲 突然就发挥了出来 那我非常感谢这个蔡淑珍在我们访谈里面 有跟我们谈到一些她比较脆弱的地方 那其实我说实在的 在镜头上要能够承认自己很脆弱那一面 其实非常需要勇气 所以我非常感谢淑珍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访谈吧 欢迎来到斐琐琐斯 今天是我们阿姨想知道 我们今天还想知道来了两位真的是贵宾 那最近在台湾很红的一部剧 真的大家如果还没看赶快去看 叫做春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 再一次春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 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女主角蔡淑珍 然后还有我们的制作人 那我们会叫她小魏这样子 淑珍一个来的时候我就先问她一个问题 其实我今天最想谈的一个东西呢 就叫做老女人 老女人这个事情 你觉得 比如说我们在讲说老女人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 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冒犯的词吗 就老女人这件事情 老女人说我会尽量避免用这个字 OK好那你用什么字 就是比较成熟的女生 自身 过自身 可是它就是一个事实啦 对 不重要 其实我觉得这事情不重要 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自己美不美 还可以 还可以吗 对对对 像人家如果问我这个问题 我一定会说我美到不行 我真的 我真的我就会觉得我美到不行 我觉得我世界第一大美 很好 我觉得要有这个气魄 我觉得到这个年纪要有这个气魄 然后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现在比较美 还是20年前比较美 我如果 如果我可以 有魔法的话 会希望我回到 20年前的身体的状态 然后40岁的心境 这样 其实我同意 虽然说我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常常在讲就是说 我其实现在比我20岁的时候 敢讲我很美 我觉得我20岁的时候 不敢讲我很美 对对 很多害怕 而且我甚至可能不觉得我很美 可是我现在这个 我是真的对我自己 非常的 comfortable 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我很 comfortable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讲我很美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很美就好了 对现在心境很重要 我觉得是 因为我在看你的女外科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人要有这样的心境 才能这样演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判断 对不对 我觉得不完全 老实说不完全 我当然也会被这个东西挑战 然后也会 也会 没有信心 因为数字 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 那 年长这件事情 我讲缺点 我觉得它就是 磨杀了一些事 一些可能性 对我来说 就是 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会不合时宜 这样 这种限制 可是这种限制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会有吗 像什么 好 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大家会觉得47岁配一个24岁的小男生很过分吗 就是 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比如说我教一个小我10岁的男生 好像还说得过去哦 那还是就是 差不多被一分 可是当你的男朋友小你24岁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告诱拐青少年 我不知道 那种面对爸妈的感觉是很奇怪的耶 就是你跟他的爸妈是差不多年纪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咯 可是问题是你20几岁的时候 跟一个40几岁人的交往有同样的问题 只是倒过来而已啊 对 但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我很想要这样子想 可是我会忍不住的被这个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影响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想要很勇敢 然后我也不想要被这种框架 框柱 我不想 因为我是双鱼座 超级 理想派的人 但我还是会被一样 因为就身在这个世界嘛 有时候看留言 你会看到一些非常难听难看的留言 关于年纪这个东西 而且我没有办法改变 但我很想要就是忽略它 就忽略啊 我尽量忽略 我尽量忽略 因为我觉得看那些留言对你来讲 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 我已经练到那个 就看到就是 这个人是没脑 干我屁事 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把他的问题 拿来放在我身上 我来烦恼这件事 大部分时间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 在看你的小刘医师的时候 我在看的时候 我是真的觉得 我很感动 有好几幕 那个是真的一个 很女权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觉得非常进步 有几幕 有几幕 我真的觉得非常进步 比如说包括说 那个就是在 那个消防队员 在洗车 光着上身 然后在洗车 然后在旁边流口水 在那边看 这样子 OK 我觉得我为什么很喜欢 那一幕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是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 电视的作品或电影作品上面 看到是女生穿着比基尼 然后在洗车 那其实是一个长久以来 在女权里面一直被诟病的 就是把女生形容就是 就是凶大无脑的那种 那种形象 所以今天我看到那个时候 整个一个翻转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新鲜 而且是其实是一个打破传统 就是打破传统 stereotype 那个刻板印象的一个做法 这样子 我那时候看我就觉得 哎 不错 蛮不错的 想到这个东西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 我其实感触很深的是 就是有一幕是你在讲 就是你跟应该说跟朱宣扬吧 跟朱宣扬求爱不遂的那一幕 然后你又讲就是说 是因为我很老吗 是因为我太胖吗 很老很丑 对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是 我感触很深 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的时候 其实女生到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谈恋爱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社会对这个事情的 接受的程度是很宽的 因为我觉得你 你只要不妨害别人就好啦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基本上是这样啦 不能说他完全没有 但基本上是这样啦 所以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台湾在这方面 制约的的确比较 对啊对啊 很大的感触 其实是你写的对不对 为什么会觉得要 你为什么会把那个写进去 这一场的 这一场写出来的故事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大家在想这场戏的时候 每个人想的 想象是不一样的哦 我们是 我想的是 小刘应该是在 想要用一种轨迹 把那个朱学长 骗上床 OK 所以你觉得其实 本来的想象 是他的手段 对但是这个台词 还是要 还是要 还是要来自于 小刘的内心啊 不管说他是真讲 还是假的心情 都还是来自他的内心 就拍出来的时候 原来是这种感觉 就是比较是 真情流露这样子 但我自己原本想象的是 一个轨迹 OK就是把他骗来 对但台词都是 来自于小刘深处 对于 这样的年龄距离 的感情的时候 不管是感情 或是一夜情啦 我觉得都会有这种心情 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 嗯 我会觉得 可能在年轻的男生面前 就不管我 是什么样子 可是年龄 它就是一个 很现实的东西 自己的自卑 会是在 我的那些台词上 可以呈现的 这个小刘一生里面 有多少 是你加进去的 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我 我后来演一演 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 蛮像女外客 就是 就脸很臭 然后 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都不会先去安慰人家 或是 讲一些好听的 我都是一直在想说 我要怎么解决问题 然后 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无情 但不是啦 就是我比较不会表达这样 大家习惯的那种方式 然后 在开发剧本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 差不多就四十左右的女生嘛 然后我很能体会 小刘当时的心境 所以就把我自己 比如说面对职场或是 感情方面的 位置 把它放进去 然后就发现了 其实也找到一部分的我自己 差别是差在 小刘的表情很多 然后淑贞 比较没有这么多表情 那也是为了要把 职人的 严肃的东西 跟生活的诙谐 把它平衡一下 如果小刘没有这么多 夸张的表情 好像我那个喜剧的调性 很难拉得起来 演出小刘医师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在传统定义 可能不是一个很美的 就小刘医师可能 可能不是说很漂亮或很美 传统定义这一种 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有没有障碍呢 在这方面 要演出这样子一个角色 小刘的外在 我们是从他内在里面先抓的 我们先想说 小刘在这个时候 他是一个什么状态 他是一个 不在乎 这世界发生什么 因为他被这世界伤害了嘛 那他不再 他没有想要 吸引异性 因为他 刚离婚 然后他失去小孩嘛 然后他被 他很多异究 也就是说他没有钱 没有 失去了小孩跟婚姻关系 那这个时候他就是一坨烂泥 你完全不在乎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的外在是什么样子 所以就会出现了一个 红头垢面 然后穿T恤 穿拖鞋的小刘 是这样子来的 那既然是符合角色 我根本就会觉得 就理所当然应该是要这样子 我其实我觉得我当时 就真的很像小刘耶 我平常你就穿那样子 然后我因为生病的关系 我好像很多事情也不能做 对就是 也是就是在一个低谷的状态 然后每天也就是穿得像让自己 最舒服的样子 随便啦这样 就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很舒服 就从生理到心理都很舒服 你说演小刘的时候 让你更了解自己了解到什么 有办法就是 有没有想过 然后有没有结论 对我刚刚跟你讲的 比如说我对异性的感觉 对于年纪 对于异性 然后对于 职业嘛 信心自卑这些东西 都在里面让我 有一些想法 也是因为这样才发现 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啦 所以比如说尤其在年纪上面 你现在觉得你可以 跨出去多一点吗 就是说 比如说真的二十几岁OK吗 就是这个部分 我OK也要人家OK啊 当然OK吧 没有 不是这样的 要不然我到现在为什么都没有男朋友 原因也是因为一定不OK 所以才没有男朋友啊 我觉得不是欸 我觉得一定 对我觉得不是欸 我觉得只是还没有那个 像今天这样子我们就那个 二十几岁的大家加油 OK的 我自己年纪小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面对年长的人 我是很害怕的 他对我有兴趣 好恐怖哦 会吗 会 我觉得这是难免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年轻人面对我 应该也是这种心情吧 我觉得是随人做啦 你如果觉得 你如果觉得OK 你很自然 对方就会很自然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你如果觉得这没有什么 二十几岁OK 他就会OK 我不会觉得 我希望赶快找到我一个OK的 OK 所以我是 我觉得在 可是另外以演员的角度来看啦 就是说 我觉得小驴医生这个东西 其实蛮打破传统的偶像剧的概念 我先讲一下我对亚洲流行的偶像剧的印象这样子 然后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很少看偶像剧 非常少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各式各样的太多东西可以看了 可是回来台湾以后 我觉得这个很主流 所以我就看了蛮多的 那我觉得在亚洲流行的偶像剧 我觉得那个男女主角都好轻哦 可是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蔡淑贞 我们那时候为什么觉得演了很棒的原因 是因为完全不怕很丑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偶像剧这个东西 就是在应该是说 我们亚洲习惯看的这个方向 就是一定要很漂亮 那我再跟你讲 我老公那个老外啊 好 我那个老外 连他都是 他就是男女主角看了不好看 他受不了的 可是他为什么看 看那个 对啊 他那个没有英文字幕都可以看 这真的很神奇耶 你知道这有多激励我们吗 是不是 是真的我觉得一方面啦 我先讲说因为你们医疗的那个部分很精准嘛 第二个是因为你 他看起来很美 OK 我说你不美啊 他看不下去 真的 是真的 然后我现在在讲 为什么 我像我老公 他为什么会觉得你很美 第一个真的在老外的眼里 你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哦 这是 当然他们对年纪可能没有办法判断啦 亚洲人的年纪判断比较差 这是第一个原因 可是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演得很自然 嗯 就很自然 然后对我老公来讲其实有个性比较重要 对我想是 所以那个个性 因为个性很突出 所以就 就很美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那个角色有做到这一点 真的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我承认哦 因为我在美国很久 我其实不是对你很熟 所以那天看到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惊艳 我就觉得这个 哇好会演啊 真的好会演这样子 飘起来了 飘起来了 可是我是真的觉得看到你的演技的时候 我是觉得哇 真的很特殊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女演员里面很少 很少 非常少 就是有 可以到那个程度这样子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从剧本参与 我就先把我自己的东西揉进去了 所以那些台词跟清洁我就消化的比较快 嗯 所以也许以后你应该这样啊 就是这是你的创作方式 这多人会讨厌我 所以你演员管那么多干什么 有吗 你这次的沟通上面有这个问题吗 这次没有 因为我是刚开始我们就是一起做的 但是 所以剧本研发其实你就已经有参与了 它全程都在 对全程都在 可是我觉得这是新的方向啊 因为我看美国其实很多很 很多很红的戏 其实现在是这样啊 因为演员从一开始从剧本开发 其实就参与了 所以其实是很进步的做法 是是是是我也觉得 嗯 但但我台湾的现状是很难这样子做 因为那个要花很多时间就要花很多钱 我不知道就是对于可能其他的 就是沟通上 对 就是他要比较花时间这样子 对 可能我在想当然是比写好的剧本来 你演艺人这样子 我当然很乐意啊 如果制作单位愿意的话 在其实连好莱坞都是这样哦 好莱坞的那个 他是演员是很年轻 比如说 很年轻 二三十岁的时候机会很多 接下来就要到六十几岁 哈 他是很两极的 哈 他的故事 他因为他的 他们就说四五十岁的很难 真的啊 很机会很少 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很多演员像淑珍这样进去做制作人 他反而变成就是这个我们在讲的这个一二十年四五十岁这个很困难的时候 他们用制作人的这个介入制作人的这个角色帮自己制造很多机会 哦对啊 其实都是我们男生的男生我现在一下想起来是Bread Pitt他自己有自己的制作公司嘛 可以补充吗 就是也是因为孟杰跟淑珍很熟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讨论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就是啊这淑珍可以做到 然后就过了 所以演员参加开发的好处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可以到什么程度 所以你不用在那边钻研很久因为你知道反正他做得到 的确我们在剧本讨论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听到编剧会有 哈那这个跟这个会不会抵触 可是人是很复杂的东西 他有时候其实真的不冲突 他是OK的 可以pass 但有时候大家对这个东西角色跟人性缺乏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蛮好的 就是说我觉得演员进来参加就是这个剧本的开发的时候 我觉得他其实可以让我觉得他会让他更有灵魂的 对对对真的真的 其实是 我相信台湾很多演员愿意做这个事情啦 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蛮乐意做这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是适合做这个事情的 因为太年轻的可能也没法子 这是事实 事实是 因为他经验不够嘛 他其实可能还在学自己都还在学的阶段 那的确是要有经验的 然后才能够才能够说 诶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我们这一组很爱 蛮爱吵架的 所以在剧本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 冬拉 我们在很多阶段都一直在吵架 我们一路从 就是剧本啊 制作啊 连剪接啊 海报啊 对 都在吵架 可是我觉得很好啊 你不觉得这样子就是 腦力激荡吗 然后就是 把他就是 呃 我觉得本来好的东西就是这样生出来的啊 对 也是因为没有时间 公共成本比较高 但是看结果都是好的 对 我们先再讲一下好了 其实这一句啊 我一起 其实刚开始说 那个看到报道的时候说 五年啊 啊 为什么搞五年 这个小微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了 所以你五年前就开始参与了 是啊 2017年 梦典拿到那本书找到淑贞之后 然后就 那时候我们就说想要做开发 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做过后期制片而已 但是就是对开发跟企划很有兴趣 所以他就是邀请 然后我们就开始开剧本会议 就是在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先开始开剧本会议 大概进行了四五个月 然后就觉得这样下去好像不是办法 因为还是需要经费来支持大家做这件事情 需要编剧加入 然后我们就 我们是因为这样成立公司 因为我们要拿这案去投开发补助 所以就把公司成立 对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团队有多少人 就 呃 导演 然后一个编剧助理 然后 我跟另外一个制作人大Q 然后淑贞五个 五个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五个人这样开始的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新创 就start up的概念 对对对对 而且钱还不知道在哪里 对不知道钱在哪 OK 那我们办公室也是 就是到处借 到处借 借一个小小的办公室 然后就关在里面开始烧脑 乱讲一堆东西这样 嗯嗯嗯 我觉得台湾拍片资源真的是很有限啦 嗯嗯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分享一下 就是说 钱很少的时候拍好作品 你觉得 你们有什么技巧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不觉得我们今天很可靠 有一点 有一点太多隐形成本 我们会换五年是因为 我们中间就是 但是找钱就找了很多 很多次花很多时间 然后还有各自去打工的时间 各自去打工 各自去接不同的案子 所以就会 时间就拉长 就拉长 因为就是说 比如说淑珍就是说 我这个时候要请假 因为我要去拍什么什么 对对对 然后孟杰去拍 你也是要请假 孟杰中间拍了四部吧 那时候就要停下来 那时候就要停下来 你们的project就要停下来 就要停下来 然后找钱 因为编剧没钱 也就不一定会继续写 所以找钱的过程中就会停 所以就是这样 因为这样断断续续 所以就拉了很久时间 我觉得正常健康 应该两年要干掉我这件事情 在一个健康的产业情况之下 可是你们这样子 我说实在 大家都是拿剩余时间出来做吗 是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讲 就大家都拿 要拿 好像几乎十 几乎十 就是要second job 因为你要另外一个工作 才能够养活你自己 所以基本上是second job 所以我们没有很完整的 真的很完整的投入的时间就是 就是一开始跟后面真的确定要拍的 这段最完整 中间真的大家就是在嘎 嘎着做 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里面讲很多 就是那个 因为它职人剧嘛 所以我就对我老公最满意的 就是你们的医疗的那个细节啊 做了很多 可是我觉得像那些伤口啊 那些东西就那么像 我以为要很花钱欸 是很花钱啊 很花钱啊 所以你们那个部分花很多钱 好了你们这个剧花最多钱在哪上面 嗯 我觉得制作费也永远最高的是人事成本啦 这个应该每一个单位都一样 对 然后其他其实每一块 你说特效美术 呃 道具其实都真的都花很多欸 都很花钱 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你觉得 要把它做到要那么精确 因为有一个看那个手的 伤口 伤口 我老公就说 我老公就说欸 这好像真的喔 我觉得这是互相逼出来的 因为应该说一开始 我们 剧本先好 我觉得一切都是要从剧本来 就是剧本够感人的时候 你加入了团队 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会为你卖命 就是 然后而且会一组推一组 比如说他们看到 淑珍表演这么好 那他就觉得我 那我是不是美术也要好 那我是不是服装也要好 然后 那个 我们医疗指导这么 这么讲究的时候 那我特化是不是要跟上 其实我们 互相激励 我不敢说我一开始都要求 我们其实没有要求这些东西 但是每一组看到其他人 这么努力的时候 你就会想办法跟上 这个就讲到重点啦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个宗旨就是大家都求好嘛 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 然后这个东西是放在最前面的 对啊 不是说我要赚多少钱 对 或者是说 我在这个团队里面 我有没有当老大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显然 你们 现在就马上找到密码了 我觉得故事是老大 当故事是老大 当故事是老大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想办法跟上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觉得故事显得很棒 可是故事是原著 原著 是因为原著很棒 所以你觉得现在我们又推回去 是原著最重要 原著很棒 但改变化很长一段过程 是因为你要把一个展文式的小说 改变成十集的直人剧的时候 其实他的体量落差很大 他就说为什么我们走这么久 原因 因为我们想要把这个东西讲好 但是十集都很扎实的讲的时候 我们就花了很多冤枉路 在摸索这件事情 写了这么多次 为什么那一次 你知道这次就对了 笑得出来 很重要 你自己看到剧本的时候 笑不笑得出来 而且你看到剧本拍手叫好 大家看到剧本拍手叫好的时候 你就知道对了 而且不是只有我们 我们自己嗨不重要 剧组会跟你反应 演员会跟你反应 比如说 小几个演员都说 我一口气把剧本全部看完 那你就知道说 哦那他们喜欢这东西 他是 对他是有想像 他会 他知道那个世界是 值得向往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你觉得 现在我觉得这个创作模式 我最害怕的 就是台剧的这个创作模式 是昙花一线 嗯 OK 就是说我现在问你 有没有办法复制 呃 天啊想这么久 对 复制 我其实觉得 就像我讲的 就是那个 没有那么难 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那个密码 就是大家愿意把故事 放在最前面 但是 现实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那 所有的 大家生活那个成本 要从哪里来 那还是我们 目前没有办法克服的东西 就是 好我们遇到这个project 我们可以愿意 就是second job 大家嘎着去做它 但再来一次 再花五年吗 这个东西就是 对啊这就是我的疑问啊 对啊这就是 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因为这是商业模式 必须要建立嘛 对啊 所以这个最困难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商业模式要建立 那我成功一次 我觉得只是做完一半 对啊 所以一定要能够想办法 要复制 我觉得这个 这个才会走得远 对我们也在努力中 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很确切的答案 我现在讲一下这个 Netflix进来这个角色好了 那你觉得对于 将来创作这个东西 会不会有帮助呢 我们这一出剧的那个 版权都在公司手上 所以Netflix是一个 就是他版权销售的对象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 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 但是在Netflix 在各个平台上面表现很好 对我们来讲还是credit啊 就是我未来之后 我可以拿这些数字跟他讲说 诶我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那你愿不愿意 给我更多的经费去执着他 嗯 对啊 可是Netflix本身 本身是没有给很多钱了 就或者是说 从这一次 好了我其实最重要的 你们这次有没有赚到钱 目前看到的数字是还没有 这么红的戏了耶 对对对 就现在还没有 但他跟那个游戏规则是 你在还没播之前 他数字其实就出来了 哦 所以他跟你红不红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没有关系啊 哦所以你们这个是 就是一开始就打包卖掉了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就有一点 你只能拿这个数字去下一次 就要看下一个project 他只是就给你一个好的 入场卷啦 我们拿到入场卷了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 台湾现在剧 就是真的有大赚钱的单位 我目前是还没有听到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在 就是创作界来讲 很多现在还是在燃烧热情耶 对啊 几乎全部都是 演艺圈的问题是我真的觉得很剥削 哦 这个也是在慢慢的在改变当中啊 有一部分的人非常致力于这方面 希望可以把让整个环境 变得比较健康一点 对 我觉得我可以 要站在之方的角度讲这件事情 是因为 我觉得之方有时候 之方会觉得委屈 然后 劳方会觉得受害 就是很难脱离这个关系 就是因为 就像我讲 如果今天之方都有办法 cover成本 然后大赚钱的话 那就不会这么委屈 但事实上就是 就像剧拍完了 你会不会卖钱 你会不会回收 其实是未知的 所以 之方人都带着很恐惧的心情 然后 为什么会博削就是他 比如说超支啊 OT啊什么 他们就会很想要去管控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知道 他收益在哪里嘛 然后劳方就会在那个工作 时数底下 就觉得 反正我拍的东西都是你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 然后 然后你还这样压榨我 所以那个 那个 那个就很难 去 反正那个委屈感就是 会让大家很痛苦 但我觉得女外科 稍稍好的地方就是 就是 就除了就是 我们大家都不太能熬夜 所以我们时数 真的都没有太久 导演跟女主角都没办法熬 所以我们时数没有太长 之外就是 真的就是这组人是喜欢这个故事 所以才加入的 因为不喜欢的人 然后我们就很早期 可能要做这么多医疗工 如果太累就离开了 那样子 所以就是喜欢的人加入 然后 就是工作 环境真的是愉快 就是没有到很优务了啦 我们没有那种 每天探班很多饮料 因为我们都在 荒山 遍野那样拍片 那样子 但就是 相处起来很愉快 所以就是 又加上大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是知道 讲这个故事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大于我们 其他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轻松跟愉快一点 但是这很难重复 OK 很难重复 对啊 你跟我讲很难重复 我又开始担心了 对啊 因为如果你今天就是个商业偶像剧 然后你不像我们这个故事 这么明显 就是你在 我们在试图改善那个 就是医病关系的话 就我们带一个很远大的目的 做这件事情 那大家认同 他当然就会努力 可是你其实一般的商业作品 你没办法 这么远大的说 那大家怎么办 那就是要以赚钱为目的啦 对啊 有些作品就是做来赚钱的 这没有法子啊 对啊 所以做来赚钱就得让大家舒服 要不然就大家都很委屈 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啦 我真的觉得 所以有些赚钱的事情要做 这没法子的 对对对 好啦我记得今天最后面 我想请两位 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好了 就是这一次 你外科的这个成功的经历 跟大家讲一下 你做完这个project以后 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好了 我先让小卫先讲好了 我们前几天我就看到那个 苍兰哥 就是他因为帮我们讲解影片 然后底下留言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观众就说 他因为看了我们的剧 然后看了苍兰哥之后 他对于他家人因为 就是移脏癌就是去世的 所有挣扎跟痛苦他就放下 然后这个留言就是非常激励我们 就觉得原来你讲一个故事 你可以让一个人把他一生的遗憾放下 就让我们觉得就是故事它的能力很大 我想这会是我们想要继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OK 对啊 然后所以虽然这五年的中间很多很痛苦的时刻 但是现在看到观众回想就会觉得 蛮值得的啦 嗯 对然后 如果就讲到我就讲到一件事 我突然 我觉得我好像一直没有问你们 就是你们很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丑姿被洗脸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剧本推翻重来啊 大概都是这种事情吧 嗯 不过最后面就是看到 哎呦 我觉得我们怎么这么容易就被买了 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很容易就被买了耶 你看真的 我们真的是这个样子耶 就大家 观众来写一个这个 我也是这样我也没办法 对啊 就是写一句这个我就很高兴 我觉得为别人卖命比较简单 哈哈哈哈 那淑贞呢 淑贞你觉得咧 嗯 就是对我来说 呃 这过程收获真的很多啊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制作嘛 然后我很幸运我遇到很好的团队 对 然后做的作品又是一个 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我就觉得我蛮lucky的 然后再加上角色 自己也演得很舒服 更重要也就是刚刚很 刚范姐讲的那个很容易被收买的那一把 就一直不停地有人讯息我 就是讲他们的感想 那很有趣的是我跟网友互动啊 嗯 比如说一来一往互动啊 就是很很很热切的回答他们 回答到最后说你应该是小编吧 我心里会觉得 呃 我连花了多时间跟你互动 你还小编 他还说小编辛苦 对 好不愧 后来再讯息来说 小编麻烦你帮我跟淑贞淑 哈哈哈哈 小编 小编 我是本人 小编我觉得淑贞怎么样 很好笑 哈哈哈哈 好所以我们再跟大家 帮淑贞跟大家澄清一下 都是她本人 OK 都是她本人 真的真的也要帮自己做 这个我讲的不是 不是钱上面而已 就很多事情也要把自己摆在前面 有有有 对 好今天这聊得非常愉快哦 那 提醒大家一下哦 如果还没有看 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的话 赶快去看哦 真的很好看哦 一点都 我保证你 可能是一个晚上就看完了 OK 那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们匪夷所思呢 是在每个礼拜四晚上 我们会播出大家来练单这个单元 然后每个礼拜一的晚上 是阿姨想知道 那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咯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